第九百二十四集 下一刻,定格在地上的灯光,突然一晃 天旋地转见,芸汐突然觉得双脚一轻 人已经落在了她的双臂里 像是抢得了平生最好的礼物一般 穆飞驰抱着她转了个圈 怎么都不舍得撒手让她下来 怀里的人才是她的天下 干什么,快放我下来 芸汐下意识地抱住她的脖子 下颚抵在她坚硬的肩膀上 背抱着转了个圈 芸汐敏锐地察觉到四周不安的气息 她拧着眉,拍了拍穆飞驰的肩膀 凛冽的眸光快速地缩寻了一番 正是因为穆飞驰的转圈 手里的手链头四晃 不经意地晃到了隐藏在黑暗中的 狙击枪的瞄准镜上面 芸汐快速地捕捉到细微的反光 偏着头凑在穆飞驰耳旁 宁神警惕地张了张嘴 小声而暧昧地凑到她耳旁 轻声轻声说道 别转了 好几把枪对着咱们的脑袋呢 穆飞驰顿的顿 黑夜里 她冷力地暗眸渐渐沉了下去 低沉的嗓音缠绕在她脖颈间 她轻易地咬了咬她的耳根 你难道 嗯 我已经注意到了 猜猜看 有几个举击手 都什么时候了 还有心情猜 芸汐真要被她这么淡定 开聊的态度给气哭了 穆飞驰勾勒勾唇 谋底隐约有寒光略过 从我们跟他们落单开始 他们就跟着了 发掘了这么晚 宝贝 等会儿回去 你要我怎么罚你 芸汐懊恼地沾嘴 一口就咬在了她的脖子上 这都什么时候了 就不能够正经一点吗 不过 这种时候 她还能这么正经 是不是早就有了对策 温热的颈动脉 在她唇上 碰碰地跳着 唇齿间 是她身上特有的 男性荷尔蒙的味道 灼热 和血脉膨胆 只是一个发泄的动作 深深地撩起了 男人浑身的火焰 柔软湿润的唇瓣 阴在她的脖颈上 这么暧昧的动作 穆飞驰既享受 又警惕 温情皆好 她都不会把她的安全 当成儿戏 不是想跟我并肩作战吗 现在就给你机会 她偏头在她耳旁亲了亲 不动声色地 就抽出她腿边 憋着的效应枪 在她的手 刚碰到她腿边的枪支的时候 云西就反应过来了 将近三个月的训练 也不是闹着玩的 她突然松开手 推着她的手臂 敏捷地弯下腰 快速地摸到她腰间的枪 顺势翻滚到地上 子弹上膛 扣动扳机 顷刻间 一枪打入了黑暗的晨曦中 与此同时 慕飞池也一枪打了出去 两个人互相指着对方的枪支 背对背地配合默契 眨眼间 就消灭了隐藏在暗中的 两个狙击手 就在对方察觉到他们动手 扣动扳机射击的时候 慕飞池带着芸汐 快速闪伸到树后 藏处脚步踩锅的地方 好几个子弹 打在了潮湿的腹叶里 两人一前一后 抵在树后 芸汐微微喘着气 开始快速地辨息着 黑暗中的狙击手 走在前头的李子兰和静雷 已经听到了呛声 舒得杀住脚步 脸色骤变 少帅 怎么回事 李子兰按着耳朵上的耳脉 急切地问道 估计是对方还留了后手 冯瑞齐渊 跟意大利队伍一起 带三位专家先出去 近来 李子兰 分别负责左右两翼 清扫战场 一个都别给我放跑了 是 是